因為天氣很熱 然後下去游泳而已 然後就抽筋了 北上山區遊玩 十名國三學生八男兩女 從桃園到新北市三峽玩水 短短幾分鐘時間 竟然就奪走了一條年輕生命 你們是不是一起去玩水 同學們受到極大驚嚇 眼睜睜看著朋友沉入水中 緊急送一搶救 還是宣告不治 天氣熱 一群年輕人到三峽大爆溪玩水 疑似沒有熱身 下水沒多久 就因為抽筋沉入水裡 他應該走這邊過去嘛 他是從那邊下去的 發生意外的三峽大爆溪 是台灣危險河川之一 幾乎每年夏天都會發生意外 一直到民國101年 消防局加派駐守據點 已經好幾年沒有傳出傷亡 短短10公里就有7個駐點 沒想到這群孩子 卻避開消防駐點 在金龍橋下游700公尺處 游泳不幸溺斃 我們下游在約100公尺處 有我們的駐站人員 聽到呼救生 立即到現場協助救援 在開放時間在做汽水 另外也希望任人任神 要有救生員的地方 跟警戒神化這區域來做汽水 年年夏日 年輕人想約汽水消暑 但安全第一 還是多多留意 找尋附近有消防員 助手的水域 萬一發生意外 才能及時搶救 記者夏俊成 溫塞 小組新闻時報道